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书乐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汪峰新专辑 之前还没有看过我的那一篇文字稿 对汪峰这张新专辑的文字稿的乐评的朋友 希望大家能够到我的公众号游教授音乐工作室 或者是到我的这个微博去看一看这个文字的这个版本 接下来呢 我会挨个的啊 我听一听 然后呢 我觉得可以讲的呢 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 我觉得这张专辑首先 它是我这两年来 可以说听到最好的一张专辑 所以呢 我在前面的那个文字稿里面 我讲到了 我说这是一张严肃的专辑 所以说呢 我的态度应该要认真一点啊 不能够坐在镜头面前也不写稿子啊 哔哩巴拉的胡说八道 所以呢 我就写了那篇这个乐评的文章啊 里面呢 就是对于这张专辑整体的一个感觉感悟吧 做了一个我的描述 因为文字这个东西啊 它跟我们坐在视频前面讲不一样的 因为我视频是不写稿子的 文字呢 是我是可以经过思考以后再落笔啊 再写出来的 思考的问题呢 也会更缜密一些 后面呢 我们就胡说八道了啊 呃 说感受 今天呢 我们先从这首 每个人都在诗去啊 从这首歌开始 今天下午还特意扒了一下这个歌 因为现在网上还没有谱子啊 找不到啊 然后呢 也特别喜欢这首歌 然后呢 就扒下来了 下午还自己弹唱了一会儿啊 比较有共鸣 歌也是很简单 很好听啊 尤其是这个歌词非常的有触动 好吧 我们先从歌词开始说 然后呢 把音乐放到后面啊 因为很多人都是喜欢听我们讲讲音乐啊 但是呢 我就觉得汪峰的这一张专辑 他的歌词 他里面包含的这种词的那种张力 远要大于他的这个音乐 啊 这张专辑呢 如果说你要不去不去仔细的品汪峰的 在里面的那些词背后的力量 你可能吃不透这张专辑 我们先闲聊几分钟吧 大家如果说不愿意听 就可以快进过去啊 我觉得前面还是 跟大家说一说 我看到网上也有一些人在评汪峰这样专辑的 当然了 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你从音乐角度 有音乐的一些 可读可全的地方 可解读的地方 但是呢 我对这样专辑 我觉得 我更看重的是他歌词 我在那篇文章里面 我也写到了 我说专辑就是专辑 专辑跟单曲 所不一样的 就是一位 正是因为他是专辑 因为一张好的专辑 他是一个完整的叙事 他像一个音乐剧一样 他是有主题 他是有情绪在里面 我觉得汪峰的这一张专辑 就是一整张专辑的这个基调 跟他的这个情情感的这种色彩 跟大家表达的这个思想 是非常完整的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那首飞鸟 当那首歌一首歌放在那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觉得 那就是那么一首小鸟 飞鸟 就是一首长大的小鸟 但是呢 如果放了整张专辑里面 他就融入了这一整个的这个叙事 那么这张专辑整体的大家可以听到 痛苦 悲伤 压抑 迷惘 无助 无奈 等等 我在那篇文章里面 我也已经提到过了 这是整体的基调 你如果要听不到这种 这种感觉 听不到这种心境 你可能就解读不了这张专辑 好吧 其他的歌呢 容我慢慢的听来 好吧 我听完以后呢 慢慢的等我品出个123来 再跟大家来聊 我是好久没有这么反复的听 几首歌 去听一张专辑了 汪峰的这张专辑出来以后呢 我这两天每天都戴了耳机都在听 能够一张专辑被反复听 确实是 在我的耳朵里面 确实是很少了 好吧 已经闲聊了好几分钟了 聊了五毛钱了 好了 够了 下面呢 我们来说这个 每个人都在失去 那么这首歌呢 我们先来看那个歌词 这个歌词写的挺狠的 这个呢 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 小朋友们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呢 一般要有 当你走上社会以后 或者是你对这两年来 在生活中切切实实的 你是一个上班族 或者你是一个 就是你的肩上扛着整个家的 这么一个 有日子需要承担的这么一个人 你在这个里面 你就会读到 他到底想要告诉你什么 而且呢 你要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有一个了解 你才会知道 这个歌 他 在想要告诉你什么 其实 每个人都在失去 我觉得他这里面的态度 情绪还是比较悲观的 但是呢 并不是说悲观就不好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 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美好的 我们经常讲 要正能量 其实 有很多不如意 它是不如你所愿的 这些东西 有时候你释放出来了 你通过音乐表达出来了 传达给了大家 大家接受到了 负能量跟负能量碰一撞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没什么不好的 明明是负能量 你非得说它是个正能量 然后一撞 这两集就 这就有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就对抗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样的歌曲 它并没有什么不好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 我们从里面提取关键词 我用尽了谎言 第一个字 第一个词就是谎言 大家能理解吧 第二个 你耗尽了悲伤 谎言悲伤 大家想一想好吧 这个我觉得 不能过度的解读 过度解读 到时候 把汪老师给抓起来了 然后呢 你看 什么都毁了 尽严 甚至欲望 我在我前面那篇文章里面 我写到过了 你的尽严 是不是被毁了 这两年 你的尽严还在不在 如果你尽严还在 那就说明 第一 你是幸运的 第二 你可能一语常人 你已经天下无敌了 然后呢 我们再读A段 A2的这个歌词 我充满焦虑 焦虑 你出离着彷徨 彷徨 我们什么都是了 包括 上帝和安定 上帝就是祈祷嘛 我们祈祷 那又更好 然后安定 安定就是 吃完安眠药就睡着了嘛 是不是 就逃避呗 这个 当然了 这个安定 你怎么理解也行 反正我是理解 是安定药 我们比较低俗 就这么的理解 好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这几个关键词 我们先把它抽出来 然后 每个人都在失去 不知道 你是否 也在失去 你可以 把你的感情装进来 其实这个歌 他其实写的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具象 一首好的歌 我讲过的歌词 他不需要那么具象 应该让每个人 把感情都装进来 然后呢 每个人都在失去 不要失望 车会掉头 这一句太狠了 这一句啊 没有一点 功底 没有一点对社会的理解 没有一点对社会 大环境的理解 有些人可能是读不懂的 所以说呢 听这个歌啊 读这个歌词 要有一定的 社会的这种 这种比较远 比较高的 一个视野 要看到我们现在 所处的一个局势 跟社会的环境 所以说呢 他说了 不要失望 车会掉头 油门一直踩着往前开呢 然后呢 其实每个人都在失去 你看 然后后面啊 这里面呢 换了几个词啊 就是不要期盼 火会重燃 不要以为雨会停下 这三句其实 这个终极要表达的意思 是一样的 当然 好的东西往前走 不会改变 那是我们所期待的 但是如果说 要是不好的一种状态 往前走 那个 所以就我们每个人都在失去了 所以这个每个人都在失去 我感觉他既是一种 现在的进行时 也是一种未来时 那我呢 现在就读到的 王老师 老汪 他的这个歌里面 埋的这种情绪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这个呢 不能再解读了 再读下去 王老师有危险 从这个歌词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老汪的这种 社会对社会大局的这种嗅觉 我觉得他还是很敏锐的 因为有些搞音乐的人 我只是沉浸于音乐 我只是沉浸于我的音符中 我天天研究音乐怎么弄 和声怎么弄 编曲怎么弄 那老汪天天也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 他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脉搏 我觉得把的还是挺准的 我在上一张专辑里面 我讲到 不是上一张专辑 我在这个上一篇文章里面 我讲到 我说 老汪其实跟 我们所有的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 就在这个时代的大洪流之下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跟所有人经历的这个过程 应该都是一样 当然他可以有别于普通人 因为他是明星 他有一些 可能在有些方面有一些优越性 但是呢 在很多基础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这样的一些社会现状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之下 你都是积极卑微的 积极渺小的 王老师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其实 这个东西 是个体 每一个个体 你怎么努力 你怎么呐喊 他都是无力改变的 所以说就在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 特别的力不从心 我们特别的渺小 特别的 无助 所以呢 才会 无奈 才会迷惘 因为我们所期待的 美好 但是呢 事实往往 他跟你事与愿违 这个时候很多 小朋友可能要骂我了 说了一头 一堆一头雾水的这话 你要是听懂了 你就听懂了 你要听不懂 听不懂 恭喜你 你挺好 好吧 其实有时候 我就像我文章里面写到 我说汪峰 他其实是很清醒的 他写的很乱 他写的很杂 但是呢 他很清醒 正是因为他很清醒 所以他很痛苦 不清醒的人是不痛苦的 但是呢 我觉得 当我们的灵魂 当我们内心 有压抑 有焦虑 有痛苦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压着 天天说 给我一点正能量吧 正能量能把你的这些 心里的这些压抑 全部给抹掉吗 是抹不掉的 你的压抑依然还会在 因为你根本上 没有解决到这东西 我觉得反而 当你心内心有压抑的时候 你是以把 就是一首歌曲 他正是 就是唱这种压抑的 就是唱我们都会失去 我每个人都会失去 我们都会失去 我们都会 喊着喊着 这种东西可能就释放掉了 我觉得 艺术 音乐 尤其是摇滚乐 它其实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力量的 但是呢 这种音乐 其实现在特别少 特别特别少 但是呢 汪峰 很难得 他在思考 他在思考社会 思考人生 思考我们的灵魂 应该去向何方 这种东西 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境界 就是人只有在 吃饱了 喝足了 在满足了我们人的 基本的欲望的同时 才会去追求这种 精神上 灵魂上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 这张专辑 对于 但凡有精神追求的人 都是有公正的 有公民的 所以说 在时代的大洪流中 我们既然无力改变 所以呢 我们也在汪峰的歌里面 经常听到 他里面好多歌词 我那时候我忘了 就是宿命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宿命 你是无力扭转的 在这个洪流不可逆转的时代 大家一定要谨慎 就是像老汪 写到这样程度 已经差不多了 不能再往上逾越了 因为个体的命运 他永远都是无法跟这种 宏大叙事 去抗衡的 所以说呢 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们的 很多老师 很多同行 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说到这个宏大叙事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们可以来聊聊音乐了 这个歌呢 最后 就是说 都在时区 都在时区 好像前面唱了两分多钟 后面都在时区 都在时区 那么念经一样的 就嘀咕了两分多钟 其实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 王峰刻意的一个安排 都在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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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 在延续 然后呢 音乐也是 从 从这个比较 压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慢慢慢慢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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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这个 整个 管协乐队进来 其实是越来越大 变成了一个宏大叙事 我觉得这个音乐的那个层层上来 慢慢的扩大 就是一个小我在诗曲中 然后呢慢慢的变成在宏大叙事中 每个人都在诗曲 可能有人说你是不是过度解读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所听到的 所以音乐这东西它是没有对跟错的 千万不要以对错来判断问题 这是非常低端的一种认识 你听到的是宏大 它就是宏大 你听到的是一个弱小 它就是弱小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错的 世界没有对错 你认为对的东西 它有时候你哪一天它就错了 你认为现在错的东西 你哪一天你会觉得 哇那原来是我那么错了那么多年 当你有时候领悟的时候 它就是对的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时代就是在信息洪流之下 对于错是于非 特别的难 尤其是你看像我们在海外 信息是没有 就是没有约束的 这什么信息什么这个观点都有的时候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力 否则你会把你会被这些信息给弄死 你会焦头烂耳 你会非常痛苦 这种痛苦对这些信息的一种 就是你要去你要去扒开 揉碎了 然后到底哪些是就是说是你所认认同的 这里面其实不存在什么对于错 你认为对的东西可能在另外一方 它就是错了 你认为错的东西在另外一方 它就是对的 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非常复杂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的环境 跟格局 跟时局非常的复杂 所以说大家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你就听懂了老王的这个 每个人都在失去 每个人都在失去 最后每个人都在失去 两分多钟 好吧下面再说一下音乐 这个歌的音乐呢特别简单 而老王的旋律 我讲过一如既往的好听 我一直认为 我说他是 这是跟他从小拉锯子是有关系的 从小拉小提琴是有关的 拉小提琴的人旋律感特别好 旋律特别的美 特别优美 虽然他是一个摇舞歌手 他有时候旋律也会有直不伦登的 但是呢 他的那种旋律直不伦登出来 他的线条性还是都在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小提琴就是个旋律乐器 所以说呢 这个是对他影响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歌其实他写的特别简约 AB两段 然后呢 旋律素材 我经常说用作曲法来衡量一首好歌 是不是一首好歌 是不是一首烂歌 就是他从作曲法上来讲 他完全符合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看 我用尽了红颜 你耗尽了悲伤 我们什么都灰了 神经 尊严和欲望 他就是兜西兜 这两个音 作为一个主导动机 四句 前面三句都是在兜兜戏 这个主导动机要转 第四句做一个变化 然后呢 A2出现的时候 还是这个主导动机 变化一下 我充满着脚力 你助力着 包括 我们什么都是 包括 上帝和安定 终于说这个素材 你看他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主导动机 在这里面 练起了这个旋律的各剧 每一句 而且他旋律很好听 然后副歌 每一个人都在失去 每一个人都在失去 不要奢望 这会掉头 每一个人都在失去 其实你看 这四句 它就是一个东机 第一句 还是 三句 都是 到主音上 这是个小调的旋律 你看 特别简约 弊断 所以说他的旋律很好记 每一个人都在失去 每一个人都在失去 不要奢望 车会掉头 你看 拉拉拉拉拉拉的 拉拉拉拉都拉到里 拉拉拉拉都拉到里 你看一直就拉拉扫米 拉拉扫米 拉扫米 很好记 听两遍就记住了 所以说这个旋律简约啊 我觉得是 汪峰显旋律的一个特点 汪峰的歌 就是他的摇滚 或者他的这种 不管是任何一种风格吧 我觉得他的旋律呢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 上口比较容易记的 所以就是你看啊 他在那么多的摇滚歌手里面 能够现在走到一线 成为摇滚歌手里面的 现在唯一能活下来 在商业上取得那么成功 站在一屑的 为数不多的一个摇滚歌手的代表 正是因为 他的旋律 其实是具有商业性的 因为他的旋律特别容易流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你看像崔剑啊 我们比一下 崔剑的音乐也做得非常好 崔剑的歌词也非常有深度 但是呢 崔剑你看像他做的这个什么 飞狗那张专辑 就是新的专辑 后来的好多专辑都不流行 都是没有一首歌特别的 就大红大紫的流行出来 就是因为崔剑的旋律 有时候是流传度不够 他早年的歌曲 你比如什么花方姑娘啊 什么 有一首歌 我差点说出来 那个什么不 那个歌不能说 我说出来可能这视频就 就播不出去了 好多吧 早期有好多歌曲 是旋律很好听的 什么甲行僧之类的 但是呢 到后期 崔剑的歌 崔剑的歌就旋律感就越来越 他就越来越自我了 早期是有一些民谣的 民谣摇滚的东西 后来就变成funk 变成有一些rap的东西 加进去就变得越来越自我了 不太追求旋律的那种美感 而汪峰的歌 就是他一直都是在追求旋律的美感 当然也不是说他刻意追求的 就是因为他从小拉小提琴这个东西 就是奠定下来拿上这个底子 所以他的旋律 你让他唱难听 他还真的不会 因为他的旋律 因为小提琴的旋律 拉的都是多美的东西 基本上是不是 所以说 他的歌都很好听 这张传记里面 说实话 旋律都是不错的 我对这个 每个人都在时区影响比较深 还有一个我不相信 旋律也很好听 还有什么西班牙香情 那个歌也很好听 飞鸟的旋律其实也很好听 这边还有好几首 其实都不错的旋律 我歌迷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了 好吧 后面的歌容我慢慢听 我消化消化 然后再跟大家捣鼓 好吧 今天这首歌 我们就啰哩啰嗦 聊到这里 我的歌 由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生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一生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一生的感情写下去